嗨,大家好,我是Beggy 那么今天呢,我又要来跟大家分享另一种 福兴水草类Darkwick 的另一孔,名字叫做Slavenia aculilata 你也看得到我这里有很多 就是这个Slavenia aculilata 大块叶瓶 大块叶瓶 这种水草呢,它本身也是其中一种浮瓶款来的 你可以看得到它浮在水面上 非常容易饲养,只需要比较静态的水面 它就可以生长了 而且生长速度也非常的快 它就是这样子一条条的现状 就是这样子一条 这样子是它的一条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颜色呢,展现出巧克力 绿色,巧克力,绿色 这其实呢,是一个自然现象来的 它并不是死掉哦 它就是呈现出这种颜色 绿色,绿色呢,这一方面 这一边呢,就是它新长出来的 那么这一边就是它的旧叶 它会慢慢的这样子 再慢慢的说,这一边的part呢 就会开始浮烂 它浮烂的过后呢 就会继续再成长上去 它们是如何繁殖的呢 你可以看得到我这里有一颗 就是这颗 对,你可以看得到 它繁殖了新的叶片出来 在这里旁边 它就是这么容易的繁殖出来了 这一种一端上可以在龙沟旁边 都可以看得到它们很多 这一种呢,浮在龙沟边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枸杞边啊,河边 都会有这一种浮性植物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颜色 就是这样浮着 这一种其实很多人呢 都会让那些小型的鱼 好像Beta Fish 我们所谓的原生打架鱼 它们就会躲在这里的根部下面 你可以看它的根部 这是它根部 非常多的微生物 适合给小鱼制的 它的根部 我们来把它翻开来看 这就是它的根部 可以看得到它的根部 非常的漂亮 也给孔雀鱼呢 等等的鱼类呢 可以在下面这里 躲藏 繁殖 也不用担心 被其他的鱼攻击 你可以看到很多小鱼 会躲在这里上面 这一款呢 它的根部呢 并不会长得很长 它削短 它最长的态度 就只能这样子吧 这是它的最长的现象了 它不会再长了 所以给鱼缸来讲的话呢 它蛮容易清洗的 容易整理 因为当你要拿掉它的时候 是整条整条 整条这样子给它拿起来 就是这样子一条 拿起来 就可以丢掉了 它的繁殖态度呢 也非常的容易 如果要帮它繁殖呢 也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有这样子一条那么长的话呢 你可以帮它在中间这边 剪断 对 就是这样子剪断 分成两个 它就可以繁殖了 繁殖也其实非常容易 温度也不需要太一再顾 水面冷的话呢 浮平就是这样浮着浮着 它就开始可以繁殖了 适合给鲤鱼 打架鱼 咖壁鱼等等的鱼类 都非常适合让它们拥有这一个草 如果今天你想要繁殖鱼类的话呢 这是可以的 如果我有讲的什么不好的话呢 你们也随时让我知道 在以下留言让我知道 是否我的资讯有错误了 你们也可以点赞 按like 按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分享给更多人喜欢水草的朋友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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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